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据说有一个名叫扎克的玩家 这天他想游玩自己之前下载的快照版本 但是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允许了陌生人加入了自己的世界 接着便发生了一系列诡异的事 好了话不多说 视频开始 扎克已经进入到了快照版本的世界中 他想找一头骆驼 为了节省时间 扎克将游戏模式设置为了和平 这样就能避免一些MC怪物的干扰 大约五分钟后 扎克来到了一片沙漠 并且在天黑时 他找到了一处村庄 等等 就在不远处的另一片生物群系 也是一片村庄 这个地方好啊 扎克感觉自己很幸运 能同时找到两处村庄 他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于是他查看了一下 当前世界的种子号和自己的坐标 他将种子号和坐标记了下来 接着便打算先探索沙漠区域中的这片村庄 很快扎克便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他眼睁睁的看着铁傀儡击杀了一只小兔兔 小兔兔那么可爱 为什么铁快脸要伤害他 这不合理啊 下一秒一头骆驼朝着玩家走了过来 扎克正想寻找骆驼 这下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他最喜欢骆驼了 就在他兴奋之时 他收到了一个叫做昆昆的好友申请通知 扎克看到后很惊讶 自己玩了这么长时间的麦块 第一次有人主动要和自己成为朋友 所以他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同意了申请 随后一条系统提示让玩家恐慌了 系统提示 你的朋友加入了游戏 What 扎克一脸惊恐 为什么系统提示的是这个 你的朋友加入了游戏 不应该是提示玩家的名字吗 扎克赶快联系了这个叫做昆昆的玩家 但是并没有得到他的回复 随后昆昆在聊天软件告诉扎克 你的世界有问题 我无法打字 扎克尝试了一番 自己都可以正常打字啊 接着扎克将图标分享给了昆昆 但是从此刻开始昆昆便不再回复消息了 扎克推测可能是昆昆吃饭了或者挂机了吧 也就没太在意 他随后来到了另一处村庄进行探索 前方高能即将来袭 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公屏上 激活弹幕护体 来到另一处村庄没多久后 一条新的系统提示弹了出来 你的朋友已经获得了成就 他知道你在哪居住 什么 扎克看到了这条消息感觉很害怕 什么叫知道了自己在哪居住 是知道了自己的游戏坐标吗 还是说知道了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住所 这也太细思极恐了 不管怎么样 玩家只感觉现在自己处境很危险 他赶快跑到了村民的房屋里进行躲避 一番观察后 外面一切正常 随即他壮着胆子又走了出来 可走了没几步后 一块告示牌映入眼帘 上面的内容让玩家看了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他当下决定立刻离开这座村庄 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已经逃不出去了 奔跑了没一会儿 三个醒目的英文单词出现在屏幕正中心 我找到你了 接着扎克回头看向村庄方向时 一个黑影快速的朝着他冲了过来 据说在我的世界中有这样一个传言 如果你在深暗之狱中发现了这些东西 请不要随意将它挖掉 否则可能会带来厄运 玩家正在探索一片屋顶森林 他想试图在这里找到林地府邸 游戏内的天色正值夜晚 玩家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石剑 可刚进入到茂密的森林内后 他便听到了一声怪响 这声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随后玩家在这里发现了防茂洞穴 向下向上一番张望后 玩家发现了新的异常 那些石柱是怎么回事 看起来有些不太对劲 玩家尝试着朝下移动了一点距离 接着他发现了有一些热带鱼 从洞穴里游了出来 接着便掉下去嗝屁了 这是什么操作 玩家心里想这些鱼儿也太笨了吧 在水里还能嗝屁 随后他把注意力又转移到了 头顶的这些石柱上 上面会不会生成一些建筑结构呢 可上来后一番观察 并没有任何建筑结构 玩家决定继续回到洞穴内 下入到底部看看 稍微费了一点点时间和力气 玩家来到了所谓的底部 在这儿他发现了一条发光的鱿鱼 同时他也捡起了面前的一些掉落物 这是之前从上方坠落下来 嗝屁的热带鱼掉落的 一转头 玩家发现了一处入口 他愣了几秒钟 这好像是一处隧道 但是里面怎么插了一根火把 玩家感觉很奇怪 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并且自己是担任生存 那这火把会是谁插的 走进去后有一处朝下的深坑 玩家简单的测量了一下深度 接着便跳了进去 下来后 这里又是一条长起幽暗的隧道 玩家依靠着火把的光亮 想看看前面有什么 走着走着 他感觉前方漆黑的环境中有东西闪过 但是观察了一会儿后 什么也没有 继续朝前走 突然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这像是什么东西裂开的声音 这声音玩家很确定 并不是游戏中的音效 穿过拐角的隧道 又是一个深坑 用着玩家的眼帘 再次跳下来后 抬头望去 这里是深暗之狱吗 坚守者生活的地方 玩家很兴奋 自己是第一次找到这个地方 不过 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玩家还是懂得要潜行移动 不能制造出大的声响 否则会引来坚守者 这里的物品箱内物资太丰富了 玩家收集了没一会儿后 背包就满了 所以他迫不得已要返回住所 去存放多余的物品 在返回出口的路上 玩家一直保持极其的小心 还顺带挖了两块钻石 随后一个新的异常出现 这里什么时候出现了 三颗凋零骷髅头骨 这地方会出现凋零骷髅头骨吗 自己早些时候来过这里 但是并没有注意到 这有凋零骷髅头骨 前部高端即将来袭 请屏幕前胆小的玩家 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弓屏上 激活弹幕护体 或许是自己早些时候没注意到 说着玩家就将这些凋零骷髅头骨挖掉 准备带走 可下一秒 一块告示牌赫然出现 为什么要用赫然 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突然出现的 刚刚这里还没有告示牌 玩家开始有点慌了 这种情况说不慌是假的 要是屏幕前的你遇到你说你慌不慌 玩家本能的开始擂高高逃离这里 但是他擂了大半天上来后发现 头顶是一块鸡眼 What?鸡眼? 这就更加离谱了 接着他转身查看这里的情况时 一种更加诡异的感觉充斥了他整个大脑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让玩家感觉很奇怪 当他再次回头时 又一块告示牌赫然出现 玩家看到告示牌上的内容直接吓得坠了下去 告示牌上写的是什么 让玩家这么恐慌 请各位英语学霸自行翻译一下吧 坠下来没几秒钟的时间 周围就传来了连绵不断的脚步声 这声音像是坚守者发出的 火不其然 这里陆陆续续出现了大量的坚守者 玩家的屏幕一会儿暗一会儿亮 他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在这个时候一旦发出一丁点的声响 自己可能就要在这开心的嗝屁了 玩家推测这些坚守者的出现 与自己挖掉的那些凋零骷髅头骨有关 他正打算将这些头骨还回去 可下一秒 他不小心放了个 接着 自己变嗝屁了 通过玩家最后嗝屁的画面可以看到 孩子们已经被释放 这里的孩子们 也就指的是那三颗凋零骷髅头骨 所以当你独自游玩时 在深岸之域遇到了凋零骷髅头骨 请勿轻易挖走 本期是一期服务器侦察片 玩家收到朋友的邀请 存在的异常 刚加入游戏 玩家就发现这个服务器确实不一般 自己的名字是倒过来的 接着朋友老六也在消息框发出了消息 果然老六的名字也是倒过来的 随后玩家与老六会合 随着老六慢慢的转过身来 他这呆萌的皮肤让玩家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老六将自己服务器内发生的异常 向玩家详细的描述了一番 异常就是玩家刚进来就已经发现了的 他们的名字都是倒过来的 老六说之前服务器很正常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有加入该服务器的玩家 名字都会倒置过来 他希望玩家能帮忙查清楚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哦对了 服务器内的异常 不仅仅是名字倒置这么简单 服务器内还出现了幻翼这种生物 并且还出现了灵魂火把 但是该服务器的版本是1.12 并且服务器内并没有添加 有关于幻翼的任何插件和模组 所以这很奇怪 MC老玩家都知道 幻翼这种生物是在1.13才更新出来的 玩家正陷入了一种 感觉不可思议的情景中 很快 游戏天色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夜晚 如果老六说的这些异常属实的话 那这个服务器确实很诡异 玩家已经按捺不住 要尽快调查清楚原因了 好了 视频开始之前说了这么多废话 如果你坚持看到这儿了 那肯定是铁粉无遗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咱们高能剧墙正式开始 玩家已经开始探索附近的村庄 村庄距离玩家和老六的住所不远 玩家看着眼前的这片村庄 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果不其然 下一秒他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的内容更加诡异 是倒过来的help 也就是寻求帮助的意思 是谁在寻求帮助 这块告示牌是谁放在这儿的 玩家继续在这里探索 突然的发现 靠近水域的房屋 有一间门是打开的 过来走进去后 里面又是一块告示牌 上面是倒过来的help me 帮帮我 这村庄确实很不正常 随后玩家又在这附近 发现了灵魂火把 看来老六说的都是真的 玩家赶快撸了几块木头 再次证明了 这确实是1.12的版本 但是这为什么会出现灵魂火把 玩家觉得有必要 将自己的这些发现 赶快回去告诉老六 可回来后 老六并不在住所内 玩家在消息框询问 也没有得到他的回复 更高版本中的物品 或者某些生物 出现在了第一版本中 这有没有可能是 猫匠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的bug 但是按理说 既然官方能发布正式版本 那也就意味着 很少会将存在bug的版本 发不出去 更何况1.12这个版本 已经不少年了 真的存在这种bug的话 肯定很多玩家都反应了 就在玩家充满着疑惑时 突然他在不远处的沙地上 发现了一只倒着走路的狼 这行为让玩家感觉毛口悚然 接着没一会儿的功夫 这只狼就当着玩家的面 嗝屁了 玩家迅速地回到了住所 可外面的天都亮了 还是不见老六的身影 玩家不确定 这会不会是老六故意搞的恶作剧 总之 他在附近转悠了大半天 都找不到老六的踪影 正当他在四处张望时 不经意间发现了 不远处有一处很平坦的地形 会不会老六就在那儿 玩家决定过去看看 穿过一片水域后 玩家正向顶部攀爬 快到达顶部时 他听到了猪猪的叫声 上来后 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 多了一排猪猪 接着在玩家的注视下 这群猪猪开始倒着走路 接着便全部飞到了空中 随后摔了下来 消失了 而这是一条红色的消息 也出现在玩家的屏幕中心 一起猪猪被杀死的事件发生 玩家彻底慌了 这服务器也太诡异了 他已经不想再探索下去了 他打算赶在天黑前回到住所 如果老六还不回复消息 自己就结束这次服务器探索 可刚走到屋门口 屋门就自动打开了 接着左下角一条红色的消息弹出 请进入这座房子 并且此时游戏的天色 突然就变成了黑夜 玩家怀着忐忑的心 小心翼翼的朝着屋内走去 前方高通预警 请各位超友玩家 赶快将我超友打在公屏上 激活弹幕护体 顺着楼梯上的二楼 只见老六安详的躺在地板上 而一旁的告示牌上写着 你是下一个 玩家看后立刻退出了服务器 你们可以说玩家是个胆小鬼 但这次他真的怕了 最好不要玩 我的世界α1.2.7这个版本 如果非要玩 请叫上自己的好朋友 胆小的请无担任游玩 好了 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这个版本 游戏的开始界面 可以看到Minecraft的logo 从原来的石头变成了木板 进入到世界内后 这里的猪有三张脸 你也会看到很多没有叶子的树干 这里的动物长相都很奇怪 没有毛和五官的羊 但是击杀掉后也会掉落羊毛 并且这个版本中会随机刷新出HIM 熟化间的功夫 玩家的视野前方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尸体 放大画面后可以看到 这应该就是The Arrow Green 不到五秒钟的时间 它就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根红石火把 并且周围还出现了由鸡岩组成的十字架 看起来非常的令人毛骨悚然 在这个版本中的奶牛没有头 玩家并没有遭到HIM的攻击 也不知道HIM留下一根红石火把 是想向玩家告示些什么 很快 第一个夜晚就到了 它赶快累高高搭建了一个平台 为了防止夜晚出没的怪物袭击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它所占的位置就出现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 我看见了你的笑脸 并且此时周围还响起了诡异的噪音 玩家感觉站在这里不安全 它打算跳到下方的水中 可是下一秒它就嗝屁了 哦对了 在α版本中从高空跳入到水里是会摔死 这可没什么奇怪的 很快新的一天到了 这里的所有动物长相都很奇怪 玩家赶在第二个黑夜到来之前 尽快地收集了一些食物和物资 很快 第二个夜晚到来 玩家再次累高高观察四周的情况 当它环视四周时 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 是Heem 就站在河顿岸的沙滩上 见玩家发现了它 它随机又瞬间消失 并留下了一根红石火把 随后左下角的消息框提示 HearerBrain加入了游戏 Heem现在才加入游戏吗 那刚刚那个是谁 天很快便又亮了 玩家准备继续下来探险 可刚走了没几步 游戏中便想起了短暂的故障音 接着自己的装备和物资 便全部被爆了出去 并且这个版本中的苦力怕也没有脸 同时玩家还会时不时的发生自然 每当想起短暂的故障音时 周围都会出现十字架 很快 第三个夜晚再次降临 在这个版本中 你会清晰地看到 太阳和月亮的位置是如何变化的 此时消息框提示Heem又加入了游戏 接着玩家搭建的高台便被破坏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干的 幸亏玩家跑得快 要不然再次嗝屁了 第四个夜晚很快便也到来 玩家这次所处的位置 距离他出生的地方很远 突然消息框不断地弹出红色的错误提示 错误666 接着玩家就嗝屁了 同时伴有刺耳的故障音 所以当你用完这个版本的时候 最好不要距离出生点太远 否则会非常危险 另外在这个版本中 据说还会遇到很多故障纹理的史蒂夫 以及由地狱岩组成的一个金字塔 里面藏有很多的金块 但是本期玩家并没有遇到 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有遇到的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如果你在游玩的时候 你种植的庄稼开始离奇消失 请切记不要再继续玩下去了 玩家从网上下载了一张生存地图 他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老六 不过老六一直没有夹进来 所以在这段时间 玩家已经搭建好了住所 以及耕种了庄稼地 喂养了小动物们等等 今晚的月色不是很明亮 所以他将屋外插了一些火把照明 接着便去睡觉度过了黑夜 闲的一天很快便到了 玩家来到了黑森林之中 他漫无目的地四处瞎转悠 可就在这时 他发觉游戏视野右侧 好像有东西闪了过去 像是一个黑色的物体 玩家赶快跑过去查看 什么也没有 诡异的是 玩家明明记得 刚才这里有一朵蓝色的花 但是现在却没有了 游戏气氛逐渐离谱了起来 一番查看后 玩家一无所获 他便选择先回到住所 可回来后 他发现自己种植的小麦少了 怎么回事 自己并没有收获 怎么少了两排小麦 虽然玩家觉得有些不正常 但是他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随即他将剩余的小麦也全部收获 并收获了一些胡萝卜 在喂养了猪猪和牛牛后 玩家将收获的小麦 存放进了物品箱内 当他再次离开住所出来时 诡异的一幕又出现了 自己刚播种的小麦种子 怎么都没了 What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次玩家试探性的播种了一点小麦 随后他便躲在一旁的树后 想看看到底是谁搞的鬼 等待了一会儿后 并没有发生丢失的现象 很快 天色便暗了下来 玩家回到住所打算入睡 这时系统提示 朋友老六也加了进 玩家赶快让老六进住所 接着他便告诉了老六 游戏内发生的奇怪现象 玩家怀疑会不会是动物们 偷吃了那些装甲 但是老六听后立马表示不可能 凭他这么多年的MC经验 动物是不会吃未收获的庄稼的 但是附近也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说明不是苦力怕干的 也没有听说过墨影人会偷庄稼的呀 老六也觉得有些奇怪 老六询问玩家之前见到的那个黑影 在哪出没 玩家告诉他是在黑森林 听完后 老六告诉玩家自己有80%的把握 认定那个黑影就是墨影人 所以这一切很有可能是墨影人干的 说罢后 老六让玩家待在庄稼地附近 看着自己去黑森林转悠转悠 目送着老六进入黑森林后 玩家又来到了庄稼地 一番观察后 庄稼消失的现象并没有发生 于是他便时隔一段时间就过来看看 连续看了几次后 庄稼地都一切正常 难道之前是出现bug了 接着玩家将空闲的土地 全部播种上了种子 而此时朋友老六也在黑森林中 探险的差不多了 老六表示自己并没有在黑森林中 看到有黑色的身影出现 他打算稍后就返回住所 不过说起来也挺奇怪 自打老六加入游戏后 截止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再发生异常现象 很快新的夜晚再次降临 玩家在住所等待着老六回来 没一会儿的功夫 老六便出现在了门外 可玩家一打开门 因为眼帘的是一只羊 玩家被吓了一跳 他赶快让老六按F5切换视角 看看自己的样子 老六看后也表示很意外 怎么自己变成了一只羊 怎么会这样 因为老六现在变成了羊 所以他连卧室的门都进不去 他只能将门破坏的大一些 才能勉强进来 这也太离谱了 两人都是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离谱的事 老六决定出去查看一下游戏日志 两分钟后 他回来了 他说他在游戏日志中 看到了系统显示 他们的世界添加了模组 但是很显然 玩家并没有添加任何模组 老六推测 极大可能是游戏出现了bug 于是他决定向猫想官方 发送一封反馈邮件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帮助性的回复 也就是这说话间的功夫 玩家再次出来查看庄稼地时 他发现庄稼全部消失了 玩家再次被这诡异的现象 吓得愣在了原地不知所措 并且随后 玩家还听到了游戏中 有东西被破坏的声音 但是周围并没有发现有个什么东西 突然一到闪电又劈了下来 就好像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一直在阻止玩家们在这里种植庄稼 只让玩家和老六都感觉很恐慌 两人都紧张到 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时 突然老六在不远处的草地上 看到了一个身影 玩家二人赶忙追了过去 追过来后 那个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老六说 那是一个黑色的身影 很有可能与玩家之前 在黑森林见到的那个一样 不过那玩意儿看起来 也并不是墨影人 两人随后再次返回到了住所内 这次住所内也出现了异常 凭空多出了一块告示牌 和一些不辣的 告示牌上面写着 我吃羊 老六看到这更加害怕了 因为自己现在就是一只羊 自己岂不是很危险 玩家赶快将屋门关闭 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六已经不想再玩下去了 还没有等玩家开口挽留 他就退出了游戏 现在游戏内只剩下了玩家一人 当他再次走出住所时 无爱喂养的动物们全部嗝屁了 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自己的世界中搞破坏 玩家很害怕 但又充满着好奇 他在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后 决定再次进入到那片黑森林去看看 前面高通预警 请评评各位胆小玩家 赶快将我超涌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在黑森林一番转悠后 并没有发现异常出现 于是他又回到了住所 打算今天就玩到这儿 可回来后他发现 自己进不去卧室了 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感 涌上了心头 他忐忑的暗动了F5键 发现自己也变成了一只羊 这时他想起来屋内的那块告示牌 当他再次转身看向告示牌时 一个黑影朝着他冲了过来 如果你和朋友在游玩游戏时 朋友们已经退出了服务器 但是你依然在服务内见到了他们 请立刻删掉这个服务器 不要再继续玩下去 否则会发生诡异的事 由于今天是周末 玩家邀请了自己的多位朋友 加入了自己的生存服务器 可以看到消息款很热闹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发出消息 服务器的人很多 大家一起建造基地 一起收集物资 大约游玩了三个小时后 其中一位朋友小美 表示自己玩累了 想休息一会儿 说着他就准备离开 另外几位朋友看小美离开 也表示自己需要休息一会儿 说着就纷纷的退出了游戏 通过左侧的黄色系统提示 可以看到有四位朋友退了出去 现在服务器内 仅剩下了阿杰与玩家两个人 玩家很庆幸 还有阿杰陪着自己 要是仅剩下自己一个人 自己也不太想玩了 很快游戏内的天色 进入了黑夜 玩家想去参观一下 其他几位朋友搭建的房屋 随后他便与朋友阿杰 一直在住所内聊到了天亮 他们聊了很多 有关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 新的一天到了 玩家二人走出了住所 但是刚走出来没几步 阿杰就愣在那儿 接着在消息框发出了一条消息 他说他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玩家赶快赶到了阿杰身旁 阿杰说他刚刚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个玩家的身影 他很确定 那是一个玩家的身影 但是当他按键盘上的 Tab键查看在线列表时 只有他与玩家两个人在线 所以 那个身影是谁 其他四位朋友都已经退出了服务器 并且在此期间并没有看到 有人重新加进来 玩家觉得可能是看错了 很有可能是MC中的生物什么的 阿杰觉得也有道理 于是二人都没有过多的在意 两人继续忙碌各自的事情 玩家正在喂养奶牛和羊羊们 突然他不经意间看到不远处的山上 就赫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那像是一个玩家 但是一个打字的功夫 那个身影就消失了 玩家觉得很诡异 随后 阿杰赶快与玩家再次会合 两人都发现了有新的身影 出现在服务器内 也就是说 除了他们两个 还有人在玩 两人随后对父亲进行了一番排查 但是并没有发现有人 玩家还特意出去查看了服务器日志 也没有记录有新的玩家加入服务器 新的夜晚又降临了 两人站在住所内一时不知所措 阿杰决定给那四位朋友发个消息 但得到的回复是 他们都在玩其他的游戏 并没有重新加入玩家的服务器 两人就这样一直等到了天亮 这期间并没有发现有新的玩家出现 所以白天玩家与阿杰 便又开始忙碌自己的事情 有了白天的遭遇 玩家心里总感觉毛毛的 于是他便很谨慎地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果不其然 怕什么来什么 当玩家经过一座房子时 突然他用眼睛的余光 扫到了屋内有身影 但是一眨眼的功夫 那身影就消失不见了 What 刚刚谁在屋内 玩家赶快跑到了住所内查看 但是并没有人 他随后在消息框询问阿杰 但是阿杰表示自己在山顶 玩家也看到了他 两人随后再次会合 对这座房子内外都进行了检查 但是遗憾的是 并没有看到有玩家的身影出现 当玩家再次走出住所时 突然他在不远处的矿洞口 发现了一个身影 快速地朝着矿洞内跑了进去 玩家来不及犹豫 迅速地叫上阿杰追了进去 这次玩家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 那个身影绝对是一个玩家 好像是退出服务器的那四位朋友 其中之一 但是不对啊 他们已经退出服务器了 什么时候又加进来的 服务器在线列表也没有他们 玩家和阿杰两人 一时都感觉毛骨悚然 如果平常的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做 令玩家二人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那个身影再次出现了 朋友阿杰在对面 那这个是 玩家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的样子 接着他便跳了下去 掉入到了岩浆池中咳屁了 What the hell 但是系统并没有提示 有玩家咳屁的消息啊 玩家和阿杰严重怀疑 自己的服务器遭到了入侵 为了安全起见 两人迅速地上到了地面 返回了住所 上来后 外面又进入了黑夜 并且阿杰发现今晚的夜空非常漆黑 连星星都没有 这很不正常啊 两人进入住所后 没几秒钟的时间 外面就开始打雷闪电 玩家听着这打雷的声音很是恐慌 阿杰也总感觉 外面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 两人忐忑地离开了住所出来查看 结果四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 就站在他们搭建的玻璃平台上 当他们缓慢地转过身来 这不是退出去的那四位朋友 小美 老八 老六和阿坤吗 我去 这太吓人了 一场惊险刺激的猎人游戏 已经开始了 玩家人卯足了劲开始逃跑 他们跑着跑着 跑进了矿洞中的一条死路 前不光的预警 请屏幕前各位胆小玩家 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两人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内心的恐惧已经到达了极点 就在这时 朋友阿杰也当着自己的面消失了 随即一条阿杰退出服务器的消息寒出 玩家害怕的眼泪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 这漆黑的矿洞 伸手不见五指 玩家依靠着火把微弱的光亮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里多了一块告示牌 玩家壮着胆子凑上前查看 只见告示牌旁边站着的 正是阿杰 又一个回头 那四位朋友也朝着他冲了管软机视频 到此结束 不是所有地形都能够建造房子的 如果你将房子建造在半空中 那么你的电脑就有可能被破坏 玩家正在矿洞中挖矿 此时朋友阿胜在消息框发出了消息 让玩家来找他 玩家赶快跑出了矿洞 出来后 阿胜告诉玩家 自己已经搭建好了住所 让玩家猜猜住所在哪 玩家本能地抬头 看到了一座悬浮在半空中的建筑 这就是他们的住所 玩家很喜欢阿胜搭建的这个浮空建筑 别人怎么说 怎么评价 他不管 如果屏幕前的你们也可以像阿胜这样搭建住所 那么玩家觉得这件事情 简直太酷了 两人随后打算下入到矿洞中 再去挖一些铁矿 挖完了矿 玩家让人又开始各自忙碌 玩家开始喂养动物们 整个游戏气氛 格外的田径安逸 但是这看似美好的背后 诡异的事情正在悄悄发生 玩家收获了一些羊毛 接着返回到了自己的浮空住所 可是上来后 异常出现 住所外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块黑色羊毛块 玩家先是愣了几秒钟 接着走进了住所 可这前后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当他再次出来后 那块黑色羊毛块消失了 玩家感觉很诡异 他连忙在消息框 询问朋友阿胜这是怎么回事 阿胜也表示这很奇怪 随后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 玩家站在住所外 查看周围的情况时 突然他发现下方出现了一个身影 可一个眨眼的功夫 这身影就消失了 what 玩家有点恐慌了 他再次向朋友描述了刚刚自己的遭遇 朋友表示自己还在矿洞中挖矿 玩家有点害怕 他让朋友赶快回来 很快游戏内的天色也再次进入了夜晚 朋友阿胜很快也赶了回来 刚刚服务器内 多了一个新的玩家的身影 但是玩家与阿胜查看服务器在线列表后 除了他们自己以外 并没有其他ID在线 这就有点诡异了 男人商量了一番 绝对住所周围排查一番 很快 新的异常又被玩家发现了 夜晚到了 按理说应该刷新出很多的MC怪物 但是这附近连一个僵尸的身影都没看着 并且游戏模式也不是和平模式 这确实很不正常 正当二人讨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 突然朋友阿胜叫玩家回头 玩家本能的回头看到了住所的方向 被点亮了 男人迅速地赶到了住所 发现这里被插上了很多火把 之前是没有火把 更重要的是 住所的屋门是敞开的 也就是说 刚刚有人来过了他们的住所 物品箱内的物资也全部消失了 到底会是谁干的 玩家让人开始互相怀疑对方 朋友阿胜觉得这肯定是玩家干的 暴脾气的阿胜不等玩家解释 就准备好好教训他一顿 玩家无奈也只能36G先走为妙 尽管朋友在消息框不断地发出消息 让玩家别躲了 但是玩家还是不想在阿胜气头上 与他交流任何消息 随后玩家选择先退出服务器 等朋友的情绪缓和后再进来 五分钟后 玩家再次加入了服务器 进来后 玩家就先给朋友阿胜发出了消息 希望阿胜冷静一些 这些诡异现象真的不是自己干的 但是朋友阿胜一直没有回复他 玩家推测他可能还生自己的气 或者他并不在服务器内 紧接着 令玩家毛骨悚然的现象开始出现 玩家的游戏画面突然发生了故障 并且故障过后 自己的游戏名字也变成了乱码 他在消息框发出消息后 自己的名字显然成了一堆的乱码 玩家现在是既恐慌又害怕 他不断地在消息框发出消息 但始终没有得到朋友的回复 当玩家再次来到他们的服务住所后 住所已经被破坏了 什么情况 这是谁干的 就这样 玩家怀着忐忑的心一直等到了天黑 此时他想下入到矿洞中看看 或许朋友阿胜就在矿洞内 可刚从住所内下来 突然矿洞口出现了一个身影 接着他快速消失 玩家丝毫没有犹豫地迅速追了上去 但是进来一番探索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 可当他来到一处长长的矿洞中时 突然他听到矿洞中传来了诡异的声响 像是恶魂的声音 果不其然 下一秒一个白色的身影一闪而过 玩家推测这应该是恶魂 什么鬼 恶魂怎么可能来到主世界 玩家很害怕 他觉得还是赶快离开这里比较安全 可上来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外面又多了一头蘑菇 并且他还会自爆 玩家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他拼命地朝着出口跑去 可上来后 出口已经被用鸡眼堵住了 玩家只能迅速地掉头逃跑 当他准备挖一条通道逃出去时 突然身后传来了诡异的人声 我喜欢站在你的身后 玩家下意识回头后 被吓了一跳 让我们放门画面再看一遍 这是一个实体的身影 纸布样子确实很诡异 玩家已经吓得不知所措了 他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必须赶快逃出去 他跑呀跑 在这高高的雪山上跳呀跳 可当他回到浮空住所内后 里面的遗梦让自己 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自己的朋友阿胜 已经遇难了 太恐怖了 玩家再次开启了逃亡模式 他紧张地已经忘记了退出服务器 他再次躲进了一处矿洞深处 并将自己封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内 大约等了15分钟 玩家以为一切安全时 那熟悉而又诡异的声音再次传来 下一秒玩家回头 身后出现了一块告示牌 再一个回头 那个熟悉的实体又出现了 接着玩家的电脑就满屏死机 崩溃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啥都看到这儿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